那么咱们在这个当中说 火生土 火生土 大家都知道 土是寒湿朝粮 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从字面来理解 我们如果说冬天在东北 那么那土地 不用说东北了 就上海也一样 冬天那外边气候比较凉了 那土还能生长庄间吗 只有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时候 慢慢的阳光的火的热力 把土给温暖起来 变成一定的温度 能够适应生长的时候 它才能生长 这是从字面来理解 在临床当中 我们的土 如果寒日朝粮闹胃病各方面 那都不行的 胃寒了 所以我们阳不足 那么补充它的只有新阳 对于肺来说 我们如果新阳不足 或者阳气不足 造成胃脾的寒粮的时候 大家记住了不得了 一脏虚全身都虚 我们现在首先要明确 作为脾藏 我们体土当中的这个重要含义 它的寒日朝粮 可以产生许多许多严重的后果 那么当然 心脏能够帮助脾阳提高 但是咱们脾藏如果不好的话 所有脏气它都得不到浩天之本的供给 所以在这个当中 我们不可能 一定要提高 胃和脾功能当中的阳气 叫它正气充足起来 才能正常运转 只有咱们心脏 这个 手太阳小肠 心脏的阳 这个温序 它是火嘛 它要温序皮土 这个当中 当然火生土 只有火能够给土的温暖 使它得以一个正常的 那么 等 等 好